满满一桶新鲜鱼货用输送袋运上岸 近期正值鱼汛期 鱼民出海捕鱼却突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拦截 就是这一艘扶扬266号5号凌晨一点多 在彭加宇东北方288里处实施捕捞作业时 突然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拦截 台籍船长与轮机长两人当场被带走接受调查 其余六名印尼籍船员则是待在船上 海巡署后包之后立刻派出南投舰前往了解 扶洋266号疑似越界进入日本燕美大道附近海域 进行捕捞 违反了当地漁业规范 因此才会遭到取缔 我国驻日本代表处也以分别向日本水产厅及外务省表达 关切 要求禁述释放人船 外交部将持续关注本案 并提供我国渔船必要的行政協助 扶洋号越界不捞 日方表示只要缴交台币大约一百二十多万元 到责定的账户就会放人 船东筹前缴款期待自家船员能够早日回家团圆 3新闻林朱华 黄世函 基隆从博道